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追金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像企业家那样思考,而不是像雇员那样思考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 节目正式开始前,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,做影片不易,写文案废神,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知道你可能年纪轻轻,还是个小员工,但是你可以选择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,就像企业家那样思考。 因为如果你的思维方式始终保持在小兵的状态,那就很难进步,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会让你获益良多。 作为企业家,你得到的报酬是基于你的业绩的,我们用结果说话,有成果就有钱赚。 而作为一名员工,那你就是在用时间换取金钱,用时间换钱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。 所以作为一个员工,你就是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,每天工作八小时,然后赚着这八小时的薪水。 就算你决定要每天工作十二小时,但是你工资是多少还是多少,所以你的收入是有上限的,你无法突破。 但是如果你转变了你的思维,像个企业家那样思考,把自己的价值展示到公开的市场上去,你可以持续关注自己所在的领域,对于你的岗位的需求和薪酬待遇。 然后把自己的价值展示出来,告诉别人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,最重要的是你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,你的展示要围绕一个中心,那就是你自信自己值得什么样的待遇。 要做到这一点,你就要像一个企业家一样思考,因为作为一名企业家,你的价值和成果会为你带来报酬,所以改变你用时间换取报酬的想法,这样你才能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赚取更多的金钱。 如果你现在也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,那么就好好利用这个思想吧。 又或者你现在有了自己的买卖,但是好多有自己生意的人也还是像雇员一样思考,你得跳出这个框框,像企业家一样思考。 你得到的报酬来自于你产生的成果,所以成就越多,报酬越多。 所以,如果你拥有了自己的生意,那就跳出雇员的思维方式,不要再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了,别再想着我工作的时间越长,赚的钱越多了,不是那么回事。 作为一个企业家,你每天工作五小时,也可能比每天工作十八小时的企业家赚得更多。 记住了,我们用成果说话,不是用工作时长说话。 第二个运用企业家思维而不是雇员思维的方面是,创建自己的副业的时候,只有一个作为雇员的收入是不能保证你的财务安全的。 要知道经济形势瞬息万变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,手忙脚乱。 同时也教会了我们,只有一种收入来源是非常不安全的,哪怕在此之前你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铁饭碗,汗烙饱收,万无一失。 但是这场突发事件也会让你明白,所有稳定只是表象,事实上只依靠工资收入的生活微如泪卵。 一个大点的风吹草动就能让你的人生分崩离析,这时候就体现出副业的重要性了。 幸运的是,在这个网络迅速发展的世界,开创一项副业也比以前要容易多了。 你有了很多起点低,门槛低,投资少的选择。 如果你想要做内容,可以像我们一样开创一个频道,做你感兴趣的节目,或者你也可以开设一个网店,淘宝上的开店成本也非常低,货源也完全可以在网上解决。 不必再一遍一遍跑工厂现场了,你也不必压货了,很多厂家都可以提供待发服务。 所以,你可以着手看看要做点什么,为自己增加一个额外的现金流了。 如果你想要在亚马逊上开一家网店,那么要想像企业家一样思考,而不是像雇员一样思考,你首先要做什么呢? 你要确定自己想要赚多少钱,比如说,你要开一个卖奢侈品包包的店,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月赚5000美元的目标。 要赚到这5000美元,你就得有成果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就要像企业家一样思考,你要做的不是担心自己不得不每天额外工作10小时才能赚到5000美元,而是要卖出那么多的包,只要包卖出去了,就能赚到5000美元了。 等你的网店发展了,可能有朝一日,你五天就能卖出那么多包了。 所以说这一切归根结底,重要的就是结果。 所以,像企业家一样思考会有助于你的网店,你的副业的创建和发展。 因为你的思维不是基于时间的,而是基于结果的。 你明白,作为一个企业家,就是要用结果说话。 所以现在就开始为自己创建一个额外的现金流吧。 别用没时间做借口了,每天都念叨着我没时间,还要兼顾家庭,还有这是那是。 嘴里只是说着,做副业需要好多时间,就是不会从设定副业要赚多少钱这个目标开始。 要知道,万事开头难,明确了自己的目标,再开始思考自己,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产出什么样的结果。 只有这样才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,这也是所有成功人士开始的地方。 还是说回卖包的网店,你可以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开始市场调查和寻找货源,然后周末的时候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给包包拍照修图,或者录个解说影片,然后把这些产品上传到你的网店当中。 这整个的过程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,并且我们也明白,这件事的成败和你投入其中的时间没有关系,关键在于你的创造力,在于你得能把这些包卖出去。 而这些是基于你的销售能力的,只要你的能力够强就能卖得出去,从而从你的副业中赚取很多的财富,而这都受益于你的企业家的思维模式。 所以别再像个员工那样思考了,只有像个企业家那样思考,才能掌控你的潜在收入。 你产出的成果越多,赚到的钱就越多。 再强调一次,如果你现在在做朝九晚五的工作,那么是时候像企业家那么思考了,把你的成果展现出来吧,然后去那些愿意为这个成果掏钱的公司面试。 不要再让别人决定你要做什么工作了,你要用实力说话,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。 让你从自己的行业中脱颖而出,找到能欣赏你价值的伯乐,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几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收入。 当然我们不是让你找老板给他们下最后通牒,言辞激烈地要求涨工资,而是非常理智地去跟他们说感谢你的培养。 但是如果你无法给予我自我认知的价值提供相应的收入,那我就要另谋高就了,你必须利用企业家的杠杆来获得或者说创造你想要的东西。 你有没有为了涨工资而找老板协商过呢?你采用了什么策略,效果又如何呢?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吧。 要应用这个方法,这其中有个关键,那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,你得到的收益是基于你的价值和产出的。 很多人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价值,眼高手低,觉得自己就是那块唯一没有发光的金子的人,大有人在。 同样是朝九晚五的工作,有的人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地努力,不断学习技术和知识,切实地提升自己的价值,力图在同行中脱颖而出,甚至是争取做到无可替代。 有的人则上班八卦摸鱼看小说,下班聚会刷剧逛Facebook,心比天高奈何命比纸薄,工作几年毫无提升,就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价值不止于此。 所以气势汹汹地去找老板要求加薪,不然就要辞职,那老板肯定敲锣打鼓地把你送走,连挽留都不带挽留的。 所以说我们说的是把你的成果和价值展示到市场上,你自己认可的市场也认可,才叫做价值。 你自己认可,别人都不认可,那就叫做自卖自夸。 如果你资质平庸,能力一般,你这种水平的价值放到市场上都泛滥成灾了,或者说功大于求了,那是不会有人愿意为了这种能力付钱的。 只有你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性,或者在同行当中鹤立鸡群的时候,才是奇获可居,才可以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。 所以在找老板加薪或者去面试之前,一定要记得确认好自己的真实实力。 面试技巧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面试成功与否,但是要想在职业道路上越走越稳,要想快速提高自己的收入,最根本的还是有卓越的实力作为基础。 如果你不想用网飞消耗自己所有的闲暇时间,而是想要见缝插针地提升自己,那你可以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链接,加入我们对金机遇读书会。 我们每周将会解说两本书,这样你将达到一年深刻理解一百本书的读书量,内容涵盖财富思维,自我提升,心灵成长等各个领域。 一次加入终身免费,随时随地听书,彼此交流,共同进步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,祝你的收入节节攀升。 这里是对金机遇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